除了為僱主提供工資補貼外,補就業計劃亦為自僱人士提供一筆個7500元的資助。 補就業計劃秘書處在申請期內收到共259,860份申請,當目前為止,當中約156,000份申請不獲批資助。 不過批資助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申請人不符合申請資格,包括申請人並非以自僱人士身份開設強積金戶口, 而是以僱員身份或離職後開設的個人帳戶提出申請,又或者其以自僱人士身份開設的強積金戶口是在2020年3月31日或之前已經取消, 有部份申請人在申請表填補的自僱人士強積金戶口資料和受託人被傳的紀錄不符。 我們正檢視計劃第一期的經驗和安排,並預計可於8月中旬公佈第二期的申請詳情, 包括考慮讓約10萬名符合申請資格,但未有在第一期申請一筆個資助的自僱人士提出申請。 pregn鐘 7.3 2030 19 19 19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